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读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条热门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美国五角大楼即将向乌克兰发送价值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 这项援助是为了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军队的进攻 这决定在国会经过数月的僵持后做出 其次共和党国会议员马乔利·泰勒·格林 在接受阴谋论者亚历克斯·琼斯访问时 毫无根据得声称民主党希望唐纳德·特朗普在监狱中被谋杀 最后自2022年8月以来 飞越波罗的海的4600架飞机记录了GPS问题 包括干扰和欺骗事件 这些干扰事件对飞行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剧场中 各国的动作和反应不断地塑造出国际关系的新局面 从军事援助到政治指控再到技术干涨 每一个事件都揭示了深层的策略和意图 以下是从不同媒体来源整合的报道 展示了这一时期几个引人注目的事件 多伦多新报报道 五角大楼准备向乌克兰发送价值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 这是在参议院开始辩论一项 为乌克兰提供所需武器的立法之际 这一决策打破了国会数月来对资金的僵局 预计这个价值950亿美元的外援包裹 其中包括610亿美元用于乌克兰 将很快获得参议院批准 美国总统乔拜登向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 则连斯基承诺一旦法案获批援助将会发送 则连斯基表示这个援助包将包括防空 在另一方面 《独立报》提到共和党国会女议员马乔利 泰勒·格林做出了毫无根据的声明 称民主党员希望唐纳德·特朗普在监狱中被谋杀 在接受阴谋论者亚历克斯·琼斯的采访时 格林案是针对特朗普的刑事案件是故意设置的 目的是将他监禁直至去世 他还声称民主党人希望取消特朗普的特勤局保护 以便让他在狱中被杀害 格林在讨论一项由民主党人提出的法案时 做出了这些评论 该法案旨在剥夺被定罪的重罪前官员的特勤局保护 技术干扰方面 电讯报报道了一个日益普遍的现象 自2022年8月以来 飞越波罗的海的4600架飞机 记录了GPS问题 包括干扰和欺骗 干扰是指GPS信号被阻挡 而欺骗则涉及向飞机发送抢的GPS位置信号 以将它们引移正确入境 这种干扰的趋势始于2022年乌克兰上空的空运 但自那时以来 已扩散到中东巴基斯坦 尼日尔和中国一起欺骗事件 涉及一架飞机 几乎偏移到伊朗的空运 3月下旬波罗的海地区出现了一段 长达63小时的GPS干扰期 北约警告说 欺骗和干扰的情况在增加 俄罗斯很可能是其中的大部分幕后黑手 据信 干扰的动机是 俄罗斯希望展示其力量 并干扰西方社会 尽管GPS干扰越来越普遍 但飞行员能够轻松应对攻击 并有替代导航系统依靠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当前国际政治和单权局势的复杂性 从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到对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指控 再到俄罗斯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干扰 每一件事都反映了当今世界的紧张和不确定性 在这个充满纷争和竞争的时代 从政治决力到体育赛事的策略 每一个事件都在撩绘住当下社会的多面貌 让我们透过几篇来自不同媒体的报道 一探究竟 The Independent 近日报道了关于Donald Trump前律师Michael Cohen的最新动态 Cowan毅然表示真相将战胜川普的连续不断的谎言 这番话是在一次听证会上发表的 目的是为了确定川普是否违反了一项有关封口费审判的禁言令 就曼哈顿检察官称川普至少在其True Social账户和竞选网站上违反了这项禁检令 达十次之多 Cowan的坚定立场和对真相的追求 无疑为这场审判增添了更多关注的焦点 同样来自The Independent 近日报道 则聚焦于川普对美国大学校园内发生的 侵巴勒斯坦抗议活动的评论 川普将这些抗议活动称为耻辱 并将之归咎于现任总统拜登 对以色列加杀冲突的错误信号 他声称拜登不是以色列的朋友 这些抗议活动引发了清巴勒斯坦与清以色列示威者之间的冲突 甚至出现了反犹太主义言论 导致一些犹太学生被建议留在家中 一些大学校长面临辞职的呼声 川普在曼哈顿法院外发表了这番评论 当时他正面临封口费审判 转向体育领域Yahoo US 对San Francisco 49ers的选秀需求进行了深入分析 49ers的总经理John Lynch在周一表示 球队在选秀时不仅考虑当下的需求 也会考虑未来的需求 进入选秀周 49ers已经有10个选秀权 其中前135个选秀位中就有6个 Lynch认为这次选秀的一大优势是许多高端位置都很强 虽然49ers目前在四分位 跑位 进攻线和特勤队等位置并无迫切需求 但他们可能会为了未来而在这次选秀中考虑这些位置 球队预计将在此次选秀中增加第四位四分位 跑端风和紧端风 此外49ers能在任何一轮选择一名外接手 并且肯定会选择一名紧端风 他们还可能在选秀的前两天内选择进攻线球员 对于防守线 线位和脚位位置 49ers也需要以未来的眼光来进行选择 球队有机会增加一名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安全位 他可能作为新秀即刻投入使用卡 经过去年用第三门选秀拳投资了一名踢球手后 49ers在特勤队位置上已无需求 这些报道不仅揭示了当前社会的热点事件 从政治角力到体育策略 还展示了人们对于真相 正义和未来发展的不懈追求 无论是扣安对抗布什陈述的决心 还是49ers在于未来策略的深思熟虑 都体现了在挑战和机遇面前 坚持真理和前瞻性思维的重要性 在一个充满活力和变化的世界里 从政治领袖的选举战略 到国际盛事的安全挑战 再到前总统的个人魅力争议 每一个故事背后都蕴藏住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性的探索 首先让我们从美国总统乔·拜登的行动谈起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拜登将在乔治亚州一所历首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 莫尔豪斯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这一举动被视为拜登试图在选举年 光顾黑人选民支持的策略2020年 正是这一群体的坚定支持 帮助他赢得了总统大选 然而民调现实 自那时以来 拜登在黑人选民 尤其是年轻选民中的支持度有所下降 他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出现 可能会引起那些不同意 他对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立场的进步人士的抗议 跨越大西洋 我们来到了法国 一个正为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忙碌准备的国家 据电讯报报道 距离开幕时不到100天 巴黎奥运会仍然缺少8000名安全警卫 这一缺口引发了人们对于是否需要动用国家宪兵和警察的担忧 法国一次关于奥运会的部长级会议记录显示 由于缺乏兴趣 30份通过公开招标提供的安全合同中 仅有6份被接受 为了确保开幕时的安全 国家可能会组织者手中接管运营 每天将有多达35000名警察和宪兵被动员到奥运会场地 在政治领袖的个人魅力方面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一个夸张声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特朗普宣称有2亿美国人爱他 这一说法荒谬且毫无根据 特朗普的律师可能会利用这一声明来争辩说 正义系统不应该定他的罪 但记者菲利普·邦普指出 实际上真正爱特朗普的人数可能要少得多 2020年选举的出口民调显示 38%的选民强烈支持特朗普 及6000万人 最近的民调显示 对特朗普抱有强烈好感的人数 已经降至3200万到4600万之间 这三个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当代社会的多面性 政治领袖如何争取和维系选民的支持 大型国际活动在安全和组织上面临的挑战 以及公众人物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如何受到公众舆论和个人行为的影响 每一个故事都是都是当今社会复杂性的深刻反应 也是对人性多样性的生动展现 在一个转折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中 Michael Coleman曾经是Donald Coe 创团 曾经是Donald Coe 创团 曾经是Donald Coe 刑定的捍卫者 如今却成为了他的强大对手 Telegraph for Telegraph 作为特朗普前律师及解决问题的人 Coleman即将在特朗普位于曼哈顿的封口费审判中 担任关键证人 正是Coleman促成了向色情明星 StoreV Daniels支付的款项 这一行为最终导致特朗普成为首位被起诉的美国前总统 Coleman已在一起涉及二 五亿美元民事欺诈审判中对特朗普作证 特朗普因与贾牛所持沉默的13万美元支付被起诉 特朗普一直否认这一指控 并称此案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政治迫害 特弯已对违反竞选资金规定的封口费认罪 与此同时远在亚洲的菲律宾正悄无声息地变得更加富裕 据Economy报道 自2012年以来菲律宾经济持续强劲增长 预计在未来几年将以约6%的速度继续扩张 尽管对费迪南德马克思小的治理存在担忧 但企业评价其政府比前任更为称职 马克思任命了技术官僚担任关键职位 并继续努力升级国家基础设施 在菲律宾投资于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回报高于邻国 这得益于存在的巨大差距 在马克思的领导下 人权方面的改善也得到了认可 政府对毒品成瘾者采取了治疗 而非法外处决的方针 总统还寻求外国投资以改善宽带接入 并推出了国家数字身份系统 使菲律宾人更容易开展业务和在线访问政府服务 此外菲律宾还受益于国外工作公民的汇款 以及其旅游业的潜力 然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对外投资的障碍 仍然是菲律宾经济面临的挑战 回到美国科安与特朗普之间的战争在审判前夕升级 The Independent 报道 科安在社交媒体上加剧了与前客户及总统特朗普的争执 他用方列斯印判词这一绰号称呼特朗普 并指控他绝望了散发出恶臭 审判已进入第二周 科安被视为民心证人 这些故事展示了从个人到国家层面的转变与挑战 从科安对于特朗普的背叛到菲律宾在马克思领导下的经济增长和改革 我们见证了权力责任和别格的复杂动态 无论是在法庭的对峙还是在全球经济的竞争中 这些故事都提醒我们变化是不可避免的 但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则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和国家的决策 在最近的一系列法律和政治事件中 从纽约到土耳其 从前总统特朗普的争议性审判 到国际法庭对土耳其不公正拘留的裁定 这些事件不仅凸显了法律体系的复杂性 也激视了政治动机对司法过程的影响 在纽约一位法官对唐纳德·克朗普的律师托德·布兰奇·塔普列 起出了严厉的批评 据雅虎美国报道 这位法官指出布兰奇在为特朗普辩护时 因其社交媒体发文涉嫌违反禁令 而失去了所有的可进度 这场争议发生在一起与封口费相关的审判听众会上 法官的这番评论不仅凸显了法律专业人士 在保护客户权益时所面临的挑战 也反映了特朗普案件在法律和公众舆论中的争议系 与此同时 华盛顿邮报报道的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杰西·瓦特斯·杰西·博特斯对特朗普的辩护 瓦特斯将特朗普在纽约的刑事审判 与关塔纳摩湾团犯所受的折磨相提并论 声称特朗普所遭受的对待甚至更深 他认为对特朗普的起诉是出于对他的个人仇恨 而非基于对法律的合理解释 这种观点透露出一种对司法过程的深层怀疑 以及对政治动机影响司法判决的关注 在国际层面 多伦多新报报道的欧洲人权法院 对土耳其不当拘留联合国法官艾丁塞法·阿卡伊 利·林塞法·阿卡伊案的裁决 这位法官在2016年土耳其政变企图后被非法拘留 欧洲人权法院裁定 阿卡伊的逮捕 预审拘留和搜查住宅均违法 侵犯了他的自由 安全 以及对私生活的尊重权利 虽然土耳其被命令赔偿阿卡伊28要00欧元 约600016美元的损害赔偿和费用 但法院未要求释放他 仅对其预审拘留做出裁决 这些案件凸显了国际法律对于保护个人权利 面对国家权利时的局限性 以及在政治动荡时期法律正义的脆弱性 这些事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际层面 都凸显了法律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特朗普的刑事审判到土耳其对国际法官的不公正对待 我们看到了法律过程如何被政治动机所影响 以及在这些过程中寻求正义的挑战 这些案件不仅提供了对当前国际法律和政治环境的深刻洞察 也对法律专业人士和公众如何理解和应对这些挑战提出了重要问题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荣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费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